千呼萬喚 今天講雷霆隊 在整個球季啊 很多球迷都有跟我們討論 Kenny什麼時候講一集雷霆啊 雷霆今年很厲害 雷霆在沒有Westbrook 在沒有Paul George 沒有Jeremy Grant 反而看起來戰績更好耶 戰績有沒有更好 我的數學不太好 所以我必須要算一下 去年的戰績 49勝33敗 勝率 59.7% 那今年呢 打到 這個球季暫停為止的時候 40勝 24敗 62.5% 真的比較好 所以 這個代表說Chris Paul 比 Russell Westbrook 好嗎 也不盡然 只是呢 可能在 Billy Donovan 的系統裡面呢 這個Chris Paul 是比較適合 而且可以主宰比賽節奏跟降低失誤率 因為呢 在 Russell Westbrook 的雷霆隊時代的時候呢 球隊打球的節奏是極快無比啊 我想呢 即使總教練 想拿一個煞車燈在場上 也擋不住 Russell Westbrook 往前推進的速度 而且也沒有辦法阻止呢 可能過了半場馬上就想出手這樣子的慾望 雖然在最後的一個球季裡面呢 他跟 Paul George 的搭檔 他有很多攻擊的機會都讓給了 Paul George 讓 Paul George 平均攻下28分的分數 自己拿22分 可是呢 沒有辦法改變的是 這個球隊的 瘋狂的失誤比 以及呢 可怕的攻擊的次數 在 Westbrook 帶領的雷霆之下呢 他們的球隊 在攻擊的節奏的 pace 102.8 是全聯盟第6塊的 而且造成全聯盟呢 出手次數最多的球隊 而且也是進攻籃板次數最多的球隊 也是 總籃板次數第2多的球隊 這些呢 基本上都是 Westbrook 可能可以帶給球隊的一些影響力 可是在失誤方面呢 卻高達聯盟 排名第14名的一個位置 這個壞嗎 不見得壞 因為對方也要熟悉他們瘋狂的節奏的情況之下呢 雷霆隊 造成對方的失誤 是全聯盟排名第1名的 所以雷霆的確在攻守兩端都有他的實力在了 那在今年來看呢 攻擊節奏變緩慢了以後 他有什麼好處 他的攻擊節奏在今年呢 98.64 就是排名第21名的位置 這代表說Chris Paul 開始打他的 也不能算養生籃球啦 是一個比較適合他的節奏 而且在這個球隊裡面呢 換了三個主力的 攻擊手以及防守的球員情況之下呢 現在 沒有的Paul George 沒有的 Westbrook 也沒有去年得分排名第4多的 Jeremy Grant 之後 取而代之的 是一群 得分平均算是不錯的人 Paul George 離開 換了Gardinari Gardinari今年平均大概19分左右 Shake Yulgis Alexander 平均19分左右 那另外呢 就是去年 已經在球隊裡面的 Dennis Schroeder 平均也在19分左右 所以這三個19分的人來跟 Chris Paul 搭配 Chris Paul 自己平均得分在17分左右 所以攻擊看起來比較平穩了嗎 可是也不盡然 因為去年呢 有6個球員上場時間超過20分鐘的雷霆 今年仍然也只有7個人上場時間超過20分鐘 那這代表 Billy Donovan 本身教導的這種 策略跟攻擊的模式 是 至少在人員的 來看 還是有他 一致的一個現象 只是 攻擊的球權 大幅的分配在4個人的狀況 情況之下呢 得分 不是完全限制在兩個人的手上 所以大部分的球迷可能對於 Paul George 跟 Westport 離開 認為雷霆會垮台這件事情 可能看得 好像太簡單了一點因為的確 少了兩個人加起來可以得到50分的一支球隊 現在取而代之就是一些平穩攻擊命中率高 而且 想贏球證明自己的企圖心強的一群 那這個比較緩慢的節奏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進攻籃板最後一名 去年進攻籃板第一 今年進攻籃板最後一名 少了一個Jeremy Grant Paul George 以及 Russell Westport 真的有差這麼多嗎 的確攻擊次數下降 進攻籃板次數就少 因為出手的次數相對也變減少了 那在籃板也從第二名 跑到第26名去 所以這個緩慢的節奏 是真的比較適合他們的控球 Chris Paul 那 也有很多人問 那今年雷霆 打了不同的節奏 換了這麼多的主要球員 在季後賽會打得比 Russell Westport 領軍的球隊好嗎 我可能覺得有機會 因為 到了季後賽的時候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到 Westport往裡面突進 這種攻擊的方式 他的成功率 到了季後賽對方防守縮緊 是會下降 那當你攻擊點比較多的時候比較多元的時候 那你失常的可能性 就會比較低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判斷 那更重要的一環呢 是 雖然雷霆隊今年是一個新組織的球隊 可是這些來到球隊裡面的老少的搭配 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那再加上的 Steven Adams在進區裡面仍然有一定作證以及代表這個球隊的 籃板跟防守的一個實力在 所以 在今年雷霆隊 他真的可以在西區裡面 造成很多球隊大麻煩嗎 第一輪如果他派在第五名的話 是有機會的 因為現在第四名由他爵士隊中方是差的不得了 所以如果這個排名沒改變 當然我認為第一輪雷霆隊修理爵士隊的可能性是高的 可是 我個人認為第四名這個位置爵士隊保不了太久 所以如果獨行俠上來的話那困難度就增加了一點 因為我們稍微檢驗一下 雖然呢他們今天有62.5%的勝率 可是 在他們 今年的 碰到季後賽球隊對戰的結果 12勝 21敗 大概剩餘在38%左右 可是呢 如果是碰到了 非季後賽球隊他們碰面了33次之多 那他們的勝率是63.6% 所以呢到了季後賽 要碰到的 當然都是季後賽球隊 所以他們的勝率真的並沒有特別的高 這是我對他們的一個擔憂 那可是在休賽回歸之後呢 我個人認為雷霆隊呢 他們可能會有更多一點點的機會 來互相的了解自己的隊友 那到了季後賽 Chris Paul打季後賽的經驗 雖然快庭隊好像都沒有怎麼可以在季後賽贏太多的比賽 可是 今年他的隊友 真的會比 Blake Griffin 還有DeAndre Jordan來的配合度要高一些 那再加上另外一個優勢呢 對雷霆隊來說就是 他們今年有一個想贏的企圖性 而且Chris Paul已經證明他可以跟他周邊這些隊友的配合 沒有特別的人 會想在這個球隊裡面來強出頭 成為球隊呢可能 大量大量的一個得分的領導者 這個讓雷霆隊在季後賽呢 他的威脅性是大的 可是這樣子的威脅性呢 可以讓在戲區裡面過第二輪嗎 不行 我認為他過第一輪 都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要先判斷第一輪的對手是誰 那如果要過第二輪的話呢 這絕對不是雷霆隊今年開季的目標 因為一開季的時候他都說他準備就要交易球員 他手上一堆 可能是毒藥合約的球員 所以交易不出去 所以 勉強的用這個陣容 居然打進了 西區排名第五名的一個成績 而且呢 在季後賽有機會 那如果他真的可以超越第二輪的話 我覺得大概是點破所有NBA專家的眼鏡 因為今年的西區真的過度於的競爭 那雷霆隊什麼時候 他可以呢 在西區裡面有更大的競爭力呢 我認為 以現在的趨勢 他的指標的Franchise Player 沒有足夠的光環 是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他如果要有這樣子光環的選手加入雷霆的話 現在目前為止的薪資結構絕對必須要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那這件事情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可能有人願意接受Chris Paul的合約的時候吧 不過你看看 把Westbrook送去的火箭現在也是問題一大堆 所以對雷霆隊來說 今年算是非常意外的一年 不過 即使再怎麼意外 可能 今年的季後賽最多到第二輪 也會花上休止符吧 好 谢谢观看